柴虎梳干丸的三个黄金搭配 中医根据舌相教你怎么正确运用 第一 十零白猪伞 很多人舌相伸出来后两边鼓掌 舌面滑湿 平时不光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不好 容易抑郁焦虑或者是急躁易怒 胸闷喜欢叹气等症状 还容易出现一些脾胃不好 不想吃饭吃点就胀肚子 以及口淡口黏四肢困重 头蒙试睡大便吸汤黏医等症状 这其实就是肝鱼的同时 伴随着脾虚生湿的情况 那条里就需要柴虎梳干丸 搭配上十零白猪伞了 第二 二层丸 那如果舌头伸出来后 舌苔明显厚腻发白 平时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外 还出现了明显的嗓子牙里不舒服 好像有痰上不去下不来 或者是痰多 经常动不动就可痰吐痰的情况 这就属于肝鱼脾虚同时痰湿重了 此时柴虎书干丸搭配神灵白猪伞就不合适了 需要的是搭配二层丸配合条理 第三 龟皮丸 那如果说舌相不仅两边股胀发红 同时颜色明显淡白 平时嘴唇颜色不红润 脸上也没什么血色 整个人看上去脸色苍白 有气无力 动不动就同一眼花 心慌心悸 胸闷喘不上气 晚上失眠多梦的 那即使出现了性格级暗生气 或者抑郁焦虑和脾胃差 食欲不振等情况 也不能参考上两种搭配 因为这时属于肝与脾虚气血差了 而是需要搭配上补气血的龟皮丸 总之根据症状不同 柴虎书干丸的搭配也会出现一些变化 今天只是简单根据舌相 给大家讲一下三种搭配 如果你还是弄不懂 或者是属于其他情况 那最好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不要盲目跟风用药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